俄罗斯核武部队雷霆演习正式登场 俄罗斯也通知了美方将陆续发射 具有核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的这场演习 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联度核武军演坚定阵武撞起 俄乌战士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 也引发了外界担忧 美国CIN前局长就表示 走投无路的普丁会采取极端解决的方案 也就意味着会动用核武 拜登根本没搞清楚现况 俄乌双方战况激烈 许多地区有攻防战 一组俄军S300防空飞弹 被乌军精准命中 当场发生了大爆炸 碎片往四周纷飞 一大团白烟也直窜高空 许多外籍人士也纷纷加入了 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 乔治亚国际军团在战车的支援下 12名士兵攻入了俄军战地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拥兵 不敌攻势被打得落荒而逃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恐将取得一款伊朗新型无人机 投入队屋作战的行动 能够在战场有效地对付 轻型的卡车步兵 以及装甲车等目标 而美国正考虑将旧型的 英式防空设备运往乌克兰 以协助基辅抵御无人机 以及巡异飞弹的攻击 记者综合报道